在整个体育产业中呢 体育营销无疑是它最关键的一环 帮助体育IP实现商业化 怎么做体育营销 大的公司怎么做 小的公司怎么做 这里面创业机会长成什么样子 欢迎来聆听优密创业精品课程 体育营销敲开商业转化的大门 我是刘潇 天津体育副总裁 我在优密网等着你 体育营销敲开商业转化的大门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体育营销 体育营销如果我们把它的几个构成要素拆开来聊的话 实际上可以总结为一句话 叫做利用体育IP为品牌客户提供市场营销的服务 三个关键词直接定位了体育营销 在整个体育产业里面的价值定位 首先来看体育IP 体育IP指的主要就是赛事品牌和高水平的运动员的个人品牌 体育营销既然是体育的营销而不是娱乐营销 首先它做服务的对象是这些体育IP是赛事和运动员 当然了如果我们在进一步细分的话 体育营销这个领域里面的话还包括了一个子品类叫做体育经济 第二个连接的对象叫做什么呢 叫做品牌客户 耐克 阿迪拉斯 邝娃威锐 安德玛 这样子的体育品牌 以及包括众多想借助体育赛事去塑造自身品牌形象 以及打开对应的消费者市场的那些个非体育类的品牌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奔驰 奥迪宝马 这些汽车品牌 在赞助体育赛事这个方面上的话都有非常多的动作 医保 农夫山泉 这些矿球水饮料 在这个整个的体育营销市场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买方 更不用说横扫娱乐营销领域里面的OPPO Vivo 这两个手机品牌 他们在体育营销这个领域里面的话 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说Vivo 它就是这次世界杯的官方的赞助合作伙伴 为了获得世界杯营销的这么一个权益的话 它至少是花了一亿人币 花一亿人币是拿下世界杯的赞助权益 同时它要花更多的钱 比如说十个亿以上去告诉大家我赞助了世界杯 这个就是体育营销领域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是什么呢 第一 我需要哪一部分钱 花一部分钱去买下体育营销的权益 第二步 则是我要花更多的钱 去把各种各样的营销的活动 营销的项目做好 以实现收入的转化 进而敲动更大规模的市场 体育营销公司来讲的话 我们一定要很精准的定位好自己在这个市场中的位置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钱到底从哪赚 在此之前的话 很多体育营销的行为是什么个行为呢 我们管它叫拼凤 我认识一个体育明星或者是认识它的经纪人 那边我有很多这种品牌客户 正好这边有商务的需求 那边有投放广告的需求 我作为一个拘监方的话 我把两个签到一起 帮助品牌赞助了运动员 也帮助运动员遭到了商 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体育营销公司的一个价值定位所在 但是我们说往后看的话 很普通的拼凤的这种行为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因为体育资产是在不断的市场化 资源也在不断的向市场价值靠拢 在获取资源这个方面的话 未来会越来越不成问题 但是怎么样在服务好体育IP 在服务好品牌客户的 这种专业能力上面的话 未来的整个的赛道上面会越来越重要 对于我们的品牌客户来讲 既然是一个市场营销行为 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的去分析 一个商业品牌 为什么会去选择赞助一个体育赛事 或者是赞助一个运动员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深刻的理解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有两个维度的原因 第一个维度的原因叫做品牌曝光 要借助体育IP 要提高商业品牌在受众群体面前的一个曝光率 举个简单的例子 北京马拉松至少是三万人以上报名 如果我作为一个品牌 我去选择赞助北京马拉松 我首先的一个很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定是要保证我这个品牌 直接曝光在这三万人现场参与者的层面上面 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我需要去和媒体合作 需要去和各种各样的体育营销公司合作 在现场去组织各种各样的这种营销活动 就是围绕我这个品牌的营销活动 然后再借助媒体把它进一步的放大 这是要做第二次的 二次的衍生传播 在第一层的原生的体育赞助的行为上面的话 可能我花的钱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要把我更多的子弹 更多的精力花在我自己的营销活动之上 这个就是体育营销的一个规律 因为只有这样子的话 才能最大程度的借助一次赛事活动 借助一个体育明星 把我们的品牌的声量 把我们品牌在目标受众群体面前的曝光量提到最高 这第一个品牌曝光 在此之前在这个市场还比较贫乏的时候 品牌曝光已经可以满足我们这些客户的需求了 不过到了目前这个阶段 娱乐营销的崛起 很多品牌客户在选择广告投放的时候 在投放体育赛事品牌的时候 他们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品牌曝光 这么一个层面上了 他们更重要的目标是 怎么样借助你这个体育IP来给我的产品带量 做话也就是说带货 为什么这么样呢 因为体育营销和娱乐营销在某种意义上是竞争对手 人家比你跑得更靠前 同一笔预算 我是投娱乐营销呢 还是投体育营销 这个是摆在品牌客户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如果作为一个体育营销行业的从事者没有把这个问题给参透 那么我们再去谈体育品牌客户的时候就会感到异常的吃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 同样是一笔一个亿的预算 我是去投北京马拉松一个赛事呢 划得来对于品牌客户来讲 还是去投比如说奔跑吧 这个就是摆在客户面前的一个东西 因此作为一个体育营销的一个从事者来讲的话 我们的目标一定不能仅仅局限在体育这个非常垂直的赛道里面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的竞争者有可能并非其他的赛事品牌 也不是其他的体育营销公司 而是已经高度成熟的娱乐品牌 以及服务于这些娱乐品牌的娱乐营销公司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争夺的实际上是同一笔预算 就是这些品牌客户用于他们市场营销的这笔预算 我们在分析行业竞争的情况之下的话 是需要把这种谁在给我们争夺预算这个条件 这个标准给囊括进来的 在居然体育营销公司 我们的这个价值定位是来自于这个品牌客户的增量 这个商业增量又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曝光度和这个收入的转化 这两个层面上的话 进一步分解 那么决定这些商业增量的主要因素 包括哪些呢 我们认为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因素叫做体育IP的受关注度 对比来看的话 比如说娱乐品牌的受关注度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期CBA赛事可能在线观看的人数能够到达 上百万 这可是中国最顶级的赛事品牌CBA 但是同样时间段 同样一个平台 我们再去观察 比如说吐槽大会 再去观察这个奇葩大会 这样子的娱乐综艺的这么一个播放量的话 他们的播放量基本上都是以意义来打底的 大家差了两个数量级 第二点叫做体育IP与品牌受众的一个匹配度 体育IP的背后是什么 是一堆 观看这个体育赛事 关注这个体育明星的受众群体 这样一个受众群体 是否是品牌客户 他们所关注的 他们所目标的 他们锚定的那个客户群体呢 这个也是在整个体育营销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第三个 这样一个受众群体 它的质量怎么样 它是分布在一线城市 是男的 是女的 还是他们让他们的收入水平是偏高的 还是偏低的 这都将直接影响到我们体育营销的一个效果 最后一个 这是营销方案的一个触达效率 我们能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面 帮助我们的品牌客户 借助一个体育赛事 触达客户的一个目标的一个群体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从这四个维度 我们来看这个商业增量 一不了然 首先 一个体育IP的受关注度 它和体育营销公司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这个是取决于这个赛事本身 这个运动员本身的受关注度 我们能够在营销这个环节 去进一步的放大 这个体育IP的知名度 如果这个体育IP本身 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的话 我们要去运营它 要去怎么样去提高这个IP的知名度的话 是很困难的 一个体育IP的知名度 它从本质上来看的话 是取决于这个体育IP的自己的表现 比如说赛事的这个知名度的话 实际上是取决于这个赛事本身的经济水平 长得什么样子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CBA和NBA最大的差别 即使CBA是一个中国赛事 是个本土赛事 NBA是个美国赛事 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在于NBA的经济水平 要比CBA要高出了一大截 所以对于中国的篮球迷来讲的话 他们如果要去选择消费篮球 消费篮球赛事 他们最大的一个消费对象 一定是NBA是一个海外的赛事品牌 而不是一个中国本土的赛事品牌 因为一个赛事受关注与否 与这个赛事本身的经济水平是高度挂钩的 这个不是体育营销公司能够决定的 一个体育明星受关注的这么一个关注度的话 从本质上来讲的话 也是和他的经济水平高度挂钩的 在2018年的冬奥会期间 整个中国代表团只有一个人拿了金牌 就是五大金 因此在冬奥会结束之后 整体的身价提高最多的 也就是这位五大金 只有奥运冠军才能够享受到 出席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 出席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的这么一个待遇 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中国最有名的篮球运动员是姚明 也是因为他是在全世界最高竞技水平的 这样一个篮球赛事里面打比赛 在NBA打比赛 而不是在CBA打比赛 当然了 他是从CBA去的NBA 对不对 现在在NBA赛场上面 最有名的一个外籍运动员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 字母哥 阿德昆托博 还是阿托德昆博这么一个人 他就是也是代表了一个外籍球员 在NBA的赛场上取得了成功 那么他能够带动的就是 他所在国家的整体的市场 帮助NBA去获取他所在国家的 那部分的球迷群体 以及去进一步的扩大 NBA在国际上面的影响力 这一个就是我们说 体育的一个价值和魅力所在 因为它是一个无国界的 即使你是中国人 即使你是希腊人 你也能够去欣赏 去喜爱一个海外的赛事品牌 而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很难去欣赏海外的一个娱乐品牌 为什么 语言文化等等这些方面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 但是在欣赏体育比赛 在欣赏这种高竞技水平的运动员 他们的利于美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是无国界的 是一个普世的 受关注度不是由体育宣伙公司决定的 那么第二个 匹配度 其实也不是 一个匹配度是哪来的呢 是这个赛事能够吸引什么样的观众群体 这个是由赛事本身所决定的 品牌客户 他的目标受众群体 是由这个品牌客户 他的投放策略 他的市场策略所决定的 而体育宣公司能够做的事情 是识别并匹配这样子的受众群体 除此之外的话 在受众群体的改良和眼镜这个方面的话 体育宣公司也是几乎什么事都做不了的 因为你既不是品牌的拥有者 也不是赛事的运营者 你只是二者之间的一个凝合计 这也牵扯出了我们说体育宣公司的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定位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我们的上游的体育IP 和下游的品牌客户 做一个连接 做个凝合 并且帮助整个市场进行定价 实际上的话 这个市场上面的体育宣公司越多 上游的IP和下游的品牌客户沟通越充分 整个体育宣市场才会越来越繁荣 它的定价才会越来越效率 这个定价是基于品牌客户 利用体育IP的一个收入 或者是曝光量的转化 如果是曝光量的转化的话 对应的是品牌客户他愿意 为了这样一个曝光量的提高 他投入多少广告的费用 如果是这个产品销售收入的转化的话 那么则变成了我的品牌客户为了提高销售收入 愿意往这个体育IP里面投入多少市场营销的费用 我们一定要把这样一个价值源泉给搞清楚 才能够去最终的去确定我们的整体的操作的逻辑 这以及创业的方向长得什么样子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在受众质量这个方面的话 逻辑其实和第二个匹配度是一样的 一个体育IP背后所牵扯到的那部分受众群体是一个鲜艳的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赛事在举办 关注这个赛事的人就是这拨人 很难很难在短期之内把这个群体做一个质的改观 有一些质的改观的话 一定是经过积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什么叫量变到质变 我们拿NBA来举例 NBA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了 90年代开始的话 在中央电视台持续的去进行一个播出 这是一个量变 吸引了一大堆篮球还有这个是量变 姚明进入NBA是一个质变的标志 意味着所有的中国球迷在观看NBA的时候 他本身就有一个自我的代入 有一个情感的寄托 听起来非常的虚 但是我们说从营销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 确确实是如此 就当我们所从事的搏击行业而言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因为我们的比赛是在全国的18个地区在开展 如果这场比赛里面 有一个本土的拳手参赛 现场的气氛是超级的热烈的 为什么 这个是我们自家人 如果这场比赛都是老外打老外 哪怕是像UFC这样子的全球最顶级的赛事 到中国来做老外打老外 整个现场鸭血无声 这个就是体育行当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叫做主场情节 那么我们在做体育营销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敏锐的以及密切去关注这样子的事情 究竟在中国市场上面能够发掘到被开发到多什么程度 在匹配度和受众质量这个方面的话 这个的背后我们管它叫什么呢 在互联网的这个领域的话 其实有个很成熟的名字叫做人群画像 互联网去做这个人群画像的话 它能够基于很多大数据 基于非常精准的 它的颗粒度非常精细的来做 但体育赛事的话 我们说我们在体育营销这个层面上面的话 还远远没有达到互联网营销和娱乐营销 那种精细的颗粒度 最后一个触达效率 就是体育营销公司本身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的这么一个领域了 这个触达的效率高度取决于营销方案本身 既包括赛事怎么去做营销 去推广我的赛事 也包括品牌客户怎么去做营销 去借助这个赛事去推广我的品牌 未来的体育营销这个行当 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哪 不在于OK 我认识CBA的谁是谁 我认识哪个品牌客户 我把它们联系起来 不在于这个 而在于我能够为CBA 能够为我的客户提供更好的营销服务 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 效率高的营销服务 一定要把这一点牢牢的记在我们的整个的创业的历程当中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护城河 才能够把我们的运营效率 才能够把我们的商业模式给跑通 因为商业模式的建立 不是一个闭门造成的过程 它一定是一个在市场中不断的竞争 不断的磨合 不断的去和这个市场的平均水平去做比较的一个过程 只有我们比这个市场的平均水平做得更好 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的竞争优势 才能够不断的去往前走 去不断的为我们的客户 为我们的体育IP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这个就是整个体育营销最核心的 也是未来最关键的一个发展的所在